台南市本役金色公司 老伙议员林美燕的媒体 每当冠军年彩 为经营销的当年 今年已经年代第六当 最后在台南市警察局 第四分局头前来基盘 总共准备五百十五分的年彩 将略销赏到第一季 这件当年的秋中 警察人员消防人员 他残起就是成为 我们台南市民的保姆 也是我们的守护神 平常就非常的辛苦 那到了过年过节 他们还是更加的必须要去付出 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回家去团圆了 但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还是一样 经守自己的岗位 为了我们谈论市民的平安 所以但是在过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就是 行业他没有在营业就打烊了 那都总看到 这些人如何去 就是三餐如何去能够 能够吃东西 所以那时候他记得说 既然这样的话 他就讲到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个连菜 就是一个黑骨鸡 黑骨鸡啦 你如果用黑骨鸡来做摊底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食材进去 这样就是一个热腾的火锅啦 所以真的非常的用心啦 所以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杜董 六年来从来不窃息 到了过年过节 既然表示 既然表示 粉业金色公司的老家杜明镇 当年来到立社会工业 他的大小学生杜俊梁 不停是原理 二营业中队的顾问 在民国1808年 加立台南市 萧红旅游会中会 行为冲会会员 他们处也特别感染 京萧东林的心额 这一年才 将分别送给萧红局 警察局第四分局 第六分局 以及交通大队定单位 为了京萧东林 努力存在的辛苦 台南新闻您跟 蔡红报道 谢谢